聽聽成語故事 大家好 我是彤彤姐姐 今天要帶大家認識的成語叫做 小時寥寥 大未必佳 哇 這個孩子是神童耶 不過怎麼長大了 就淪落在街頭呢 小時寥寥 大未必佳 就是形容一個人 小時候很聰明 可是長大了 未必有很好的成就 小時寥寥 大未必佳 這句成語 是由一個故事來的喔 故事後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叫做孔榮 他才小小年紀 就已經是一個 很有名的人囉 因為他非常的聰明 很有學問 孔榮在十歲的時候 跟著爸爸 一起來到了洛陽 洛陽的太守 也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喔 如果想要到太守的家裡面 除非是他的親戚 要不然就是很有才能 或是很有名的人 守門人才會去通報 十歲的孔榮非常大膽的 想要跑去拜訪太守 於是就到他的門前敲敲門 我是太守的親戚 請幫我通報一下 喔 這樣啊 稍等我一下 經過守門人的通報之後 太守接見了孔榮 可是看到他之後發現 欸 我好像沒有看過這個人耶 於是太守就問孔榮說 請問你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家的祖先 曾經向你家的祖先提教過學問 他們之間有非常密切的師生關係 所以我們兩個家族 已經有好幾十年的交情囉 在現場的客人聽到孔榮這樣說 都驚訝的張大了嘴巴 其中有一位大夫他比較晚來 就有客人把剛剛的情形告訴他 這位大夫聽得很不以為然的說 哼 小時了了 大魏必佳 聰明的孔榮立刻就反駁他 我相信這位大夫 你小時候一定很聰明囉 這位大夫尷尬得臉都紅了 過了好久好久 還抬不起頭來呢 後來大家就沿用故事中的小時了了 大魏必佳拿來比喻 雖然小時候可能很聰明 可是長大之後 未必會有很好的成就喔 譬如說 每每小時候功課好 人品好 可是長大怎麼變成一個小偷呢 真是小時了了 大魏必佳 這樣子你了解這句成語的意思了嗎 成語故事我們下次再見